喂 大家好 今天要玩這個東西 就有一點特別的 就是這個叫做code.org的網站 這個網站主要是以教育為主 幫助和支持學生去學習編程 即是寫程式 裡面就有很多各種個人的教學 給我們免費去學習 相信應該有觀眾玩過這個東西 因為之前minecraft跟他們合作過一次 就有一個很簡單的編程式遊戲 就給我們玩 讓一些未接觸過編程又有興趣的人 可以嘗試一下了解多一點 那不說那麼多了 今天的主題就是這個 minecraft adventure 好啦 利用一些程式碼 就讓Alex或者Steve進行一場大冒險 我們試試玩這個 主要就是一些簡單的介紹 這個就是Jab 他的人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不知道Jab是誰 他就是minecraft的首席設計師 他就有些自我介紹 說在11至12歲已經開始玩編程 其實你們不用怕這件事 不要覺得很難 什麼都不懂 其實非常簡單 基本上我只是介紹一下介面 其實都試玩過一次 不如直接開始吧 進去再我慢慢介紹吧 那我就想做 Steve的Steve 好 又選中文又煩中文 這樣 哈哈哈哈 對了 不知道怎樣了 哇 在音樂廳 好 添加第二個向前移動的命令 到達羊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介面 右手邊這個灰色的位置 叫做工作區 我們拉這些積木 這樣組成一些指令的程式 令到Steve可以在這個世界中 變成冒險 那這些不關事 我們拖到這裡 那他就說要加一個向前移動的命令 令到Steve可以去到羊的位置 所以我們要加一個向前移動 黏住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要橙色這個才是按下執行時 會下去之後的命令 好啦 那我們先去執行吧 試一下 登登登 哈哈哈 非常簡單的第一步 算是一個熱身的關卡 那我們看看這個程式碼 究竟我們寫了些什麼出來 哇 原來 這堆東西就這樣看 真的不明白 但是放下去Minecraft的世界 其實非常簡單的 好啦 來到第二關卡 那我們就需要掘一下木頭 我們現在Steve已經向著這棵樹 那所以呢 令到他走到樹旁 用摧毀方塊的一個命令 就可以令到他啊 那棵樹倒塌了 應該就是這樣玩的 嘟嘟嘟嘟嘟 耶 非常簡單啊 哇 又向左走向右走 那想怎樣呢 哈哈哈 是不是fake我的啊 那些 好 我們來看看一些指令馬 哇 原來我們 水蛇春任牆的指令馬 其實非常簡單 我又在這裡繼續說 哈哈哈 好啦 第三關啦 第三關啦 我們來到剪羊毛的時間啦 哇 有新的指令用啦 那我們要用剪的命令 在兩隻羊身上就拿到啦 啊 向左走向右走 這次有用啦 因為我們需要轉彎的 所以要走兩步 一格兩格 然後轉 啊 不是 先剪了這個羊毛 剪完它啦 轉右 去著這邊 然後再走一格 再剪它 哈哈 那它這裡寫著 工作區務號 七分之七個程式積目 就是說 你總共 啊 最好 啊 用七個 最短的指令 完成了這個工作 就最好的 好 是非常成功的 耶 哇 又去到客慣了 真是 非常簡單 大家真是 若可悅 如果你看到這裡已經 蠢蠢蠢蠢動的話 記得快點去這個影片簡介 下面的連結 進去試試玩 好 我們來到這一關 在太陽下山之前 還有一間屋子出來 那間屋子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木頭 把這三棵樹全部搞定了 我們首先要走三步 已經走了 吹了這個 然後向左轉 走到這一步 即是我們需要走一二 走兩步 再將它斬 然後再向左轉 然後再走三步 二 三 哇 15分 14分 還差一點 幸好剛剛好 欸欸欸 我摧毀方法 應該就是這樣 好 就這樣 白色這棵樹 後面有一棵橙木 然後 這棵橙樹 耶 真是成功了 那又可以通關了 哇 原來後面還有很多關 我看在上面 嘩 目前已經有25行程式碼 真的不驚不覺 嘩 我們看看我們剛剛做過什麼 嘖嘖 就是我們Minecraft所見的東西 完全都是由這些東西組成的 嘩 又有介紹看了 那麼 它是Lindia 它是一個品牌總監 我們在Minecon也會看到它 那麼 我們會用這個 重複循環的命令 咦 又有新東西用了 好啦 我們要 做個牆 好 有個粉紅色的格子出現了 這個積木有什麼用的呢 就可以把裡面的指令碼重複 不知道多少次 十次的最多 OK 那我們需要 在這個叫做 牆出來 所以要放下向前移動 好 放下 這個 放下 啊 放這個後目板 然後再向前移動 我試一下放羊毛 不知道行不行 嘩 咦 行啊 OK啊 登登登 那 那就成功 建立了我們在這個世界的 家裡的第一部份 嘩 真厲害 嘩 程式嘛 嘩 又複雜了很多 這些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其實放在這個圖像化的世界裡面 就非常簡單 好啦 我們有東西要選擇了 有簡單版 中級版 困難版 我們要勇於面對挑戰 我們要玩困難的 來啦 我不怕你的 哈哈哈 好啦 首先看看 他這個去哪裡 等等 他這個就放了兩個啦 然後向左轉啦 好 去到這裡的 喂 我要放羊毛 羊毛 好 然後去到這裡 嗯 然後向前走 向前走 接著 放羊毛 放羊毛 嘗嘗 其實要慢慢試出來 這些都 欸 多了 所以我要兩次夠啦 然後就再轉右 欸欸欸 轉右 接著就向前走 這次是三次啦 再放羊毛 接著再向前走一格 要不需要呢 先試一下 左轉 向前移動 右轉 2 3 要走前一步 再 轉一轉 轉右的 這次 然後又開始這個 起東西 起東西和起東西的 應該就是這樣 嘩 看上去很複雜喔 其實不是的 其實很簡單的 基本上就是一大輪的 你叫它做什麼 它就跟著你說它做什麼的 遊戲來的 哈哈 對啦 就非常簡單的 基本上你給它什麼指令 它就會跟足指示來做 只不過你要做的就是 就是盡量把它簡化 以及精簡了它 所以這個就是電腦程式的 運用啦 好 我們來種東西 做農夫的時間啦 那在水的旁邊 種些農作物 所以我們要 重複六次 我首先要 種些東西 因為我站在這格已經有東西了 所以先種了 接著再向前移動 中原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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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走一格 然後轉右 然後走兩步 走兩步 試一下這樣 然後再轉右 然後用這個 然後就是 向前移動 加種植龍作物 好像不對啊 超過了 哦 明白了 這個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就要這樣 這樣應該就對了吧 咦 對了對了 金鋪就對了 哇 這些小物生得這麼快 哈哈 這個程式的世界 真是 真厲害 哇 我們原來寫了這些東西出來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我們的作品 厲害厲害 好 繼續 看我們今天可以破到多少關 嘩 遇到那些creeper就不太好 要小心點繞過他們 嗯 安全到達至家才是常測 嘩 嘩 嗯 怎麼玩好呢 重複 重複我要走1 2 3 4 轉左 四格 然後再轉左 咦 不對啊 走四格 然後轉左 走四格 咦 可不可以打麻利呢 重複兩次 可以啊 哈哈 跟著就 轉左 就是這樣嗎 1 2 3 4 轉左 1 2 3 4 轉左 1 2 我要走兩步 轉右 哈哈 咦 呢 又可以啊 喂 九份之八 那麼厲害呢 哈哈 我是不是其實要入到家嗎 看看啊 我試一下 在家裡 對 這樣好像 我覺得這樣才對 不知為何他在家門口也計算了 不過也好 嘩 我們又做了這些東西出來 真的不明白了 我們在地底就可以找到最寶貴的資源 但下面是很暗的 至少放上兩支火把 還有開採至少兩塊煤炭 又是掘礦的時間 首先我們要轉右 不是 轉左先 好嗎 轉左先 轉左先 然後應該是一些重複的步驟 所以就 先放在這裡 基本上如果你放在這裡的話 他就不會跟著那個 就是那個鏈來走它 就是我求求他放一些東西在這裡 他是不會理我的 一定要貼上它才會執行 對了 是未使用的程式 他都告訴我 那我向左轉 然後應該要掘東西 掘東西 然後就放一支火把 向前移動 這樣 試一下 先看看 嘩 啊 登登登 放上兩支火把 掘兩塊煤炭 非常簡單 嘩 我們再看這個 哇 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哈哈 好了 繼續 走到它的拉法 就不是一個好主意 放下鵝卵石 起座橋 就是 我不明白 為什麼 大家看看這個 左下角色的繁體字 現在選擇簡體字 但是我選完繁體字 他也是給我一些簡體字 哎 如果你們看不明白 不要緊 我真的譯給你們聽 那麼 放下原石 做一座橋 然後開採 至少兩個的鐵礦方塊 對了 那麼 所以就向前下一步先 然後就放下 好 放在這裡 然後再向前走 向前走 誒 誒 程式積目數量真的有限制 不要緊 我們來做一個 比較初步的設計 然後再去慢慢偵減它 我們試一下這樣會怎樣 好 接著就要開採了 所以就要摧毀方法 接著就要向前移動 摧毀方法 還有向前移動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這樣的 出位方法 向前移動 出位方法 向前移動 登登登 好 接著我們就來精簡一下 指令先 首先呢 有些什麼重複的呢 這個是重複的啦 所以就 這樣 向前移動 這也是重複的啦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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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都是超過了 嗯 如果把這個弄走它 如果這樣呢 都超過了一個 如果這樣呢 如果這樣呢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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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浪費多一點時間 好像找到一些Bug 誒 正常來說就應該不是這樣玩 對了 所以呢 對 正常來說應該不是這樣玩 一定有東西做錯了 誒 這樣就行 真的不明白 是不是這樣玩的 哈哈 對 究竟是不是這樣玩的 我不知道 不如 你們如果知道的話 記得在留言區告訴我 我真的很奇怪 這一關在玩什麼 嘩 你們是第11關 嘩 咦 有新的人來的 不知是什麼 Jasmine OK 好 啊 我們試試玩這個 EVE 嘩 即是如果出現了一些情況 我們又可以控制 Steve做什麼 那 岩漿通常會躲在石頭下面 即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小心點 那如果我將一個向前移動 加在這裡 即是說呢 我按完執行 就會 box up這個方塊 如果下面是有拉法 就放一塊 然後向前移動 OK 試試 好非常成功 耶 搞定 好啦 這個就是 EVE 如果前面有些什麼 就 執行些什麼 如果前面沒有 當然就不會執行任何東西 好啦 來要掘紅石 我要掘三塊紅石 但不可以 掉到拉法裡面 OK 好 首先呢 我們又來 做個初步的設計 先走兩步 摧毀方塊 如果前面有東西 就放舊東西 然後再向前走 然後再向左轉 試試這樣 先 下放 OK 那就 把這個東西重複幾次 不知道會怎樣 這樣 欸 看來很成功喔 這個第一次的設計 已經很成功了 好 我們下一關 看來我們這次要在路軌 鋪上一條軌道 通往我的房門口 即是我們要圍著這條泥的通道 鋪一些路軌上去 首先我們要轉左 不是轉右先啦 然後就要 鋪路軌 向前 轉左 鋪路軌向前 即是1 2 3 4 5 6 是不是呢 我已經做完了 哈哈哈哈 我已經做完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編程的好處啦 嘩 到目前為止已經寫了一百年一行的程式碼 厲害厲害 但多短 即是如果 逐個逐個這樣 給他指令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恭喜啦 你剛剛學習了這個計算機科學的初級建造方法 即是怎樣 隨心索 喔 來到這個free world 我們可以 隨便做些事情啦 嘩 看來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的目標啦 正啊 他叫我用至今學會的知識 去採礦 建物品 以及創造一些特別的東西 但我想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這條影片就會引起你對這個編程的興趣 那我就自己在這個自由的世界裡玩一會兒 希望你們在這條影片就學到一些東西啦 那下一次呢 我們就來玩一下那個叫做 嘩 這個音樂真的很大聲 在這個主頁旁邊的叫做Minecraft Designer 那就嘗試一下設計一下這個Minecraft啦 我們就... 下次就玩一下那個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給我一個讚啦 如果你想看更多就記得訂閱我 Fenix Black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